面板景氣不佳 寒冬籠罩 既大同旗下華映爆發財務危機 蘋果近日又接迫爆料 另一家面板廠 彩晶南科廠 將在過年前啟動裁員 裁測5%人力 據了解彩晶南科廠 去年底以鼓勵優退 但員工不踴躍 所以才進行裁員 南科管理局證實 彩晶將裁員超過80人 佔整體員工2600人約3% 尚未達到大量解雇的標準 彩晶強調年底都會進行人力開換 原本預估淘汰比重約5% 這次之前比例僅約3% 程序均符合勞基法規定 彩晶南科廠為5.3代面板廠 專攻中小型尺寸市場 彩晶截至去年第三季底 帳上約當現金40.8億 公司說有信心度過 這次面板景氣寒冬 總新聞綜合報導